在新冠疫情持续趋缓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日前预告将松绑部分管制措施 已经超过48天连续加龄的金融市政府也正式宣布 10月1号起将开放黎明会堂中心 关怀据点、图书馆、表演场馆及道路沙滩、钓鱼区等公共场所 其中黎明活动中心更进一步开放租借及允许举办桌球等活动 不过仍禁止唱歌 那人数的一个管制我们原则上是以80人为上限 但如果那个场所它是比较宽敞 它的溶流人数是可以80人以上的话 那只要符合每人2.25公尺的一个规定 就可以不受室内80人的一个限制 另外开放的一个项目会包括桌球、运动器材 或者其他没有肢体接触的课程项目 通通都可以进行 并且我们也开放受礼租借 那从10月1日起各礼办公室 可以接受民众的一个租借申请 那租借人要这个落实实联制 并且要跟礼办公室这边来提送 防疫应变的计划以及名册 那至于还暂时禁止的一个项目 就包括饮食还有卡拉OK的设备的使用 以及其他肢体接触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目前还是暂时禁止 至于活动部分包括基隆与登岛 娱乐渔船载客等也都解除人数限制 校外教学与运动竞赛则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举办 另外校园限制在学生下课后 才能开放操场等户外活动空间 市场及夜市部分 则不强制要求摊商需两兆一套 不过能禁止消费者边走边吃 关于市场跟夜市 那我们之前是都一律强制要戴两兆 也就是口罩跟面罩 那我们接下来10月1号起 我们是鼓励 但不强制要求戴面罩 不过我们仍然会强制要求 要民众以及摊商全程要佩戴口罩 并且在夜市的场所 禁止边走边吃 流动的摊饭夜市 从10月1日起 我们也开放申请 不过同样的要提防疫的计划 并且符合相关防疫的措施 刘昌指出只要最关键的双北疫情持续稳定 应该有机会朝降一级的方向思考 全国大概各个县市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确诊的案例 而且已经连续非常的多天 都已经超过14天 那我们接用市更是已经超过48天 那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在双北 只要双北的疫情持续的一个稳定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逐步朝降一级 这样的一个方向 来做这个努力跟思考 不过因为防疫是全国一体 我想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尊重CDC 他整体的一个防疫的一个评估 刘昌也强调防疫是全国一体 在中央防疫的准则下 金融市政府会做好相关准备 该开放就开放 该守好也会守好 呼吁大家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 做好个人卫生工作 才能尽早结束疫情 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